那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 嗯,如果一样是要种五棵树 现在我要把它改成两端都不种 嗯,所以用图形来看是不是这样子呢? 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哦 嗯,现在一样有五棵树 但是有多少个间隔呢? 嗯,从图形上看起来 是不是总共有六个间隔? 好,所以说这个时候 间隔树跟棵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嗯,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间隔树比棵树多了一了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提醒呢 主要就是分成这三种类型哦 好,要记这三种类型 我们可以怎么记它呢? 嗯,像这样子的观念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记住呢? 其实很简单哦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万能的手伸起来 好,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要这样子想哦 我要把手指头当作树木的棵树 那我们手指头跟手指头之间的指缝 是不是就是间隔了呢? 好,各位同学要记好一件事情哦 现在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不变的 就是呢,我们的间隔树是不变的 也就是我们手指头的指缝 是不是固定有四个呢? 嗯,就像这个样子 好,现在如果是两端都中的情形 是不是就是要把五只手指头全部伸出来呢? 好,大家看到这里 在两端都中的情形下 现在间隔树是不是就是有四个手指头的缝 但是柯树的部分却是有五根手指头 所以说间隔树是不是比柯树小一呢? 当我把手伸起来这样一看 嗯,刚刚说过的观念是不是不用死记 都可以马上就很清楚了呢 嗯,那接着另外一种情形是一端中 一端不中的情形 好,那我就把我的大拇指伸下来 嗯,像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的间隔树是不是还是固定有四个手指头的缝 但是我们的柯树呢 现在是不是少了一根手指头 也就是有四根手指头 也就是四颗树咯 所以说现在间隔树跟柯树 是不是就完全相等了呢? 嗯,所以说在一端中一端不中的情形下 间隔树跟柯树是相等的